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组织上已经调查了我的过去 组织上把你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当然需要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你以为你 还能真瞒得住我们啊 我并不是故意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我知道 你是因为 你有一个在伪政府工作共职的哥哥 李子航 所以呢 你怕大家都误解你 对吧 有这样一个汉奸哥哥 确实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不过我要向二位首长澄清 我和他早就已经划清了界限 他是他 我是我 除了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对组织有任何隐瞒 对他 对国家 我是绝对忠诚的 这个我们都相信 从你在战场上的表现 我们都看得出来 团长 二连长的眼睛 这次日军使用的毒气 毒害性很大 二连长还有几个中毒严重的战士 眼尖都已经失明了 都是我的错 我愿意接受处罚 尚处长今天来找你 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你说排长不会有事吧 不是这么长时间了 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事啊 你伏击的这支携带化学武器的日本队伍 经查明是日军五一六部队 派遣的一支实验小分队 而截获的那些文件 经师部的情报处 和中央联络局分析整合 确定目前日军正在进行一个 关于化学武器研制的重要计划 名叫风影计划 听过情报核实 这个风影计划的总部 就设得上海 停 停 浩瑞 入列 马兰 张大力 初列 是 太队了 对 对 走 相对 你能缠着 不 http 我给你三天假期 你要是收了的话 我罚你扫一个月的厕所 包括 女厕所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对啊 我给你三天假期 来 我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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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在你们的面前 只有敌人 没有男女的分别 如果你轻视你的对手 那么 受伤牺牲的就是你们自己 听明白吗 明白 林教官 有紧急命令 你们自己加列一会 走 firing 林教官 林教官 �대 这些中国领域 从日前回报 这些领域 而能控制 你们的位置 如果最前进行 一开始 这些重症 红者 就会做会 因为第一个 条纲 有什么见解呀 楚总 我们也一直在搜集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情报 他们的总部设立在东北地区 虽然在之前的一些战役中 他们使用过化学武器 但是顾及国际舆论 目前已经都停止了 但是这份情报却显示 日军要在武汉会战的时候 大规模使用杀伤性武器 而且总部就设在上海 我对中共方面提供的 这份情报的准确性 表示怀疑 如果风影计划的总部设在上海 为什么我们上海站的人员 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呢 我倒不这么认为 说 我们都知道 日军一直在进行 生化武器方面的研究 但是研究到哪一步 我们没有消息 根据中共的情报 封印计划 是一个缜密完备的计划 如果日军想要在攻打武汉方面 使用化学武器 上海无疑是最佳的运输 和制作地点 况且 日军想要在研发方面有所突破 必然需要新的原料 而这正是上海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认为 我们没有必要探讨 情报的准确性 而应该想的是 如何粉碎敌人的封印计划 林双 看来你很相信共产党 不要偷换概念 我相信的是共产党的情报 请不要把我的话 往政治方面牵扯 封印计划 是针对武汉战役制定的 我想共产党给我们分享 这么重要的情报 也是为了让我们共遇外敌 好了 大家 情报的准确性毋庸置疑 共产党的情报工作能力 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如果一旦日军的化学武器 达到了可以大规模使用的程度 会对我们的作战 造成很大的威胁 命令上海战全力搜集 日军化学武器的研究情报 具体行动 由第一行动小组组长 唐顺之负责 出座 我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 我申请前往上海 执行破坏日军风影计划的任务 唐顺之在上海屡立战功 我相信他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 好了 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出座 我希望您可以慎重考虑一下 我的请求 我知道 你不满作名教官 一心想要到前线杀敌立功 我 可是唐顺之 是上海战战长的嫡系 你又是我的学生 贸然让你去接替他指挥 只会让人认为我们是在抢弓啊 占底盘 我只是认为我更适合这项任务 光有革命热情是不够的 还要有政治头脑 不妨让腾顺之他们先行动着 成功了 我们为之鼓掌 失败了 你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他的职务 我在上海战还没有嫡系人员 你去了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对了 以后在众人面前谈论共产党的时候 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辞 我 好了 宋军千里终须一别 就送到这儿吧 这儿离团部也不远 我们把你送过去再回去也不迟了 派仗的话就是命令 别说了 扶送命令 保重 都保重 好 进来 一二九师七夕妖团 特务联排长李子墓 前来报到 来 看看这个吧 这是上海配合你行动的 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 贤总情报处和中央联络局 也给你提供了 你离开上海期间的活动记录 有真有假 但是安排得天意无缝 经得住敌人的考察 可是时间紧 你要尽快地输籍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池 首长 这些资料给我两个小时时间就够了 你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啊 父亲希望我继承一波 从小对我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太好了 本来呢我还一直担心时间不够 既然这样 那你今天晚上准备一下 明早就出发 是 借记 回到上海后 一定不要义气用事 首长放心 一切为了国家 保证完成肉 好 老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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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儿 老鹞 你会把它努力输 我可以那儿 是 是 藤 天忠君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让你专程跑一趟 真是对不起 天忠君 这里应该就是你的研制场所吧 李彦君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花工产的生产物品 本来就一股自比的异味 足以掩盖化学原料的存在 厂房的大小 也能够满足你食业的需要 况且周边的百姓来往得很少 你做得很有隐蔽性 连李彦君都这样认为了 那么低人肯定会有同样的办断 难道不是 以前是 现在是我为抗日分子准备的一个坟墓 我们到里面行谈吧 来 宋本军 我们在外面等 num fifth fifth seventh seventh fifth male third 田主君 如果是化学时机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些防护 李彦军不必紧张 这些都是未经混合的原料 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伤害 他们背带防护器具 就是为了给外领看的 田主君 那你刚才所说的 坟墓是什么意思 我的封印计划情报泄漏之后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都会安排人员前来进行破坏 这些抗力分子无处不担 实在是防不行方 与其被动等待 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在恰当的时候 我会主动抛出诱饵 吸引他们前来 即使既可以给予他们证创 又可以给他们交成 封印计划的成熟被破坏的家乡 田主君 你总是过于小心了 接到春导将军的命令后 特高克已经对上海所有的电台 进行了暂停 目前没有发现敌人 任何关于封印计划的讯息 已无所见 封印计划的情报是否泄露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不能再有轻敌的念头 至今 在牛头岭发生的战斗 我们被装备远勋我们的八路军 攻打得损失缠组 我们的三骑事业分队 全部遇碎 还不是泰国轻敌 怎会落得如此下场 田主君 你别忘了 这里是上海 完全由我军掌控 我有能力保证你 及你所同下实验室的安全 我相信你的能力 但是 李远均 敌按我命 所以 多做些防备是应该的 拜托 李远均 命令手下的人员 要严密检测 敌人的动向 凡是找到有关于 风云计划的任何消息 杰务必 第一时间请指我 请放心 我一定照办 好 走 现在市局动荡 先生 里面请 您要点些什么 我等人 先来杯咖啡 不加烫 您稍等 来 来 干杯 好 那 适陪一下 好 没关系 你干什么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帮你擦一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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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不好意思啊 来 帮我 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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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来 帮我 咱们掌和一位 似乎你 快点 拒绝 那 都能找到 得一遍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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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封隐秘鎮 王科长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有重要作战任务 情况比较复杂 战长安排我 亲自过来交代清楚 针教授 这让命令 你所在小组 暂时暂停一切行动 全力以赴 查找破坏日军封影计划的 总部所在 并将其予以彻底摧毁 封影计划 这是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 看完你就明白了 战长命令你务必完成这项任务 不仅关乎国家 更关乎上海战的地位和名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少处长 我知道这次的任务非常困难 组织上为什么选择我 因为 你有一个在伪政府物资供应处 当处长的哥哥 你用这个做掩护 能够尽快地了解到这个封影计划的 总部所在 上海和浙东游击队的同志 会帮助你一块去把它彻底摧毁 这次行动的名字就叫做 追封行动 是 是 要拿简单的吧 这次呢 他们把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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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不为何 人会有好 原来 房云 要吃 你在这时候 扫掉 伤心 可不特了 需要 给你 实际 decis 我问你 为什么一直跟踪我 我奉命保护你安全前往上海 栗子墓 我是自己人 自己人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 不向我表明身份 而要一直鬼鬼祟祟地跟踪我 你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回答我的问题 上级要求暗中保护 而且要借此观察一下 你的反侦察能力 如果你一路上 都没有发现我跟踪的话 到了上海之后 就让我通知你取消行动 取消行动 什么行动 上级没有告诉我 只告诉了我 通知你取消行动的暗号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从正经过来 向前部 来 就帮到行动 你了 公司 来 人家 我现在是 你不想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现在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你的这些安排 我竟然毫不值钱 小时候 我父亲担心我们被绑架 所以从小 就对我进行严格的训练 既然这样 那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后面我们将不再联系 上海的情况 危险复杂 你自己多加小心 同志 保重 你也保重 能打击 把你的事情丢成 或许多 埋传 我看得到 有线 看一看鲜花 谢谢啊 谢谢啊 看一看鲜花 花很好的 各族有什么发现没有 弟兄们已经对起初日军驻地 加强了监视 但是并没有发现运输车 或者生产化学武器的迹象 您那边什么情况 我们负责监视日军的 起初制造工厂 可是他们的防护很严重 我们根本无法进行确认 无法确认 就等于没有任何线索 警察拒得内线呢 有情报吗 日本人根本就没让他们 接触到这方面的事情 都好几天过去了 怎么会一点线索都没有 难道是我们侦查的方向有问题 武汉方面来电 让加快寻找封影计划的线索 组长 尚丰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 战场希望我们尽快取代展国 不希望让其他展官说三道四 通知所有弟兄们 发动一切关系和人员 全力以赴搜索关于封影计划的线索 对发现线索者奖励金条两根 有重大贡献者 官升一级 是 是 立元科长 我冒昧地问你一句 得到的情报是可靠的吗 这是我们安插在武汉内部的密探 火柴河提供的情报 绝对可靠 可惜电网的内容是 要推出上海的情报人员 加快寻找封影计划的线索 这说明 他们之前给情报人员下过命令了 那么 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情报呢 他的工作刚刚掉到不久 之前他并没有机会接触类似的情报 为了他这份工作 我可是花了不少经费 看来上海这方面 并没有查到任何的线索 田主角 你的右地计划 是不是应该暂时搁置了 不 趁我们的敌人的一族未闻 现在正是打击他们的最好凶 为什么 你别忘了 我们的敌人除了上海战 还有上海的地下党 他们的行动目前一无所及 这样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要先发军乱了他们的军枪 这样就可以叫他们一王大军了 这样就可以叫他们一王大军了 给我来份报纸 给我来份报纸 上海的天气真不错啊 香港的天气也很好 能借你的报纸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 谢谢你的报纸 我该上船了 别客气 来一等 什么事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有一点晕船 在这儿坐一会儿 船票给我看一下 从香港来的 船票上写得很清楚 香港的船是今天到过 赶紧出港 不要停留 再来一步 再来一步 里面到 满我 往上 少爷 买刀的 小远 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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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衣服拿吧 过去看看 先生 需要坐车吗 快快快 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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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这儿轮不到你问我 我问你 干什么的 检查一下 是 拿别人东西要经过别人同意 你爸妈没交过你呢 别找不自在啊 这要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 是 大叔没什么违禁物品 那也要把他带回去严加审论 看他这一身伴相 一看就不是什么善为 看来你们是诚心跟我过不去啊 少废话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打劫是吗 是又怎么样 是 吗 这银是多少 就是从祭 Debbie延迹 有钱 准备 有钱 那有钱 放心 走 我是鸡肠 我是鸡肠 什么 鬼才信呢 想抢我的东西没那么容易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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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正好这几个人是劫匪 给我带回去严加神学 是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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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你没干什么事啊 太没什么事啊 说吧 谁指使你来的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没人指使 我刚从香港回来 把你们误会成劫匪了 什么 知道 没人 你要咱们 那个 人 怎么着啊 我们兄弟俩 还得给你赔不是了 那今天我必须得 好好招待招待你了啊 过来 过来过来 颜队长 怎么着 颜队长 让你们出去找人 在这儿干嘛的 审发人呢 审发人 二少爷 怎么了这 真的是你呀 严小丽 你小子现在出息了 看样子升官了 你们两个是个大祸了 二少爷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怎么会被抓到这儿来了 这你得问你这俩兄弟啊 你说你们俩 没什么事 我是不可以先走了 别别别 是这样 李处长特别交代过 一旦发现您的消息啊 立马就向他汇报 你说他这样是怪罪下来 我这 横述我也是回自己家 不跟他说也没关系 他要是怪罪下来 你也推我身上 别别别 您看这样行吧 我给李处长打个电话 看看他什么意思 我一定要打电话呀 这这 你上安无躁 上安无躁 好好照顾二少爷 是 上安无躁 上安无躁 过来 二少爷请 二少爷请 二少爷 上安无躁 上安无躁 李主任 我的货已经送往二号码头了 你所需要的物资已经在水路上了 老爷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是 肯定是二公子 虽然发生点小误会 谢谢啊 这 喂 喂 喂 非常抱歉 今天有点急事 各位改天再来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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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一会儿再去查一下三号病房 好 就按照我说的 看他的体温还这么正常 嗯 然后你做好记录 清亮了吗 嗯 上官医生 怎么还不下班啊 我今天职业班 对了 晚上要是有人来找我的话 让他去我办公室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嗯 你看这里 这是我昨天记录他的体温 嗯 这里都是 二少爷 二少爷请用茶 二少爷 那个 咱今天兄弟有眼不识泰山 那个 您大人有大量 在您哥哥面前 可千万多担待啊 损坏您的物品 我们一定招价赔偿 是吗 那些都是我从香港买来的 好多都是专门定制的 你们两个打算怎么赔啊 那还真赔不起 要不这样 您要打要骂我们认 只要您能出气就成 是吗 大少爷 这二少爷 误把我两个兄弟当劫匪了 当朝就把枪给搅了 这 这 还好没出什么大事 这是个误会呀 你说他搅了他们的枪 是啊 这二少爷他 他没有亮明身份 还好没出事 这万要是出事了 我现在都一身冷汗啊 腰趁直了 行了 起来吧 这二少爷 二少爷 回来了 魏平哥 怎么来这么晚 你还说呢 这大少爷一接到电话 放下手里所有的公物 就赶了过来 你说你 你回来就让我去接你吗 要不然就不会发生 今天的事情 没事 这不挺好的吗 警察局的人都认识我了 不管怎么样 回来就好 我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找个旅馆住就行了 或者你找人把租界的公寓 打扫一下 我住那也行 废什么话 回家 二少爷 咱回家 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